Hello,大家好,我是好A 今天這期的視頻內容 應該會比較簡單,也會比較簡短一點 我這期內容主要是為了昨天 昨天晚上 有一位台灣的小夥伴 在好A生活的頻道上面訂閱我 然後他跟我請教一個問題,就是說 西瓜視頻,他想要加入西瓜視頻的 中視頻夥伴計劃 他在台灣他應該如何開通呢 然後我這邊是這麼跟他回答 就是 西瓜視頻 他這個主要是由 字節跳動 旗下的平台,那結合三個平台 去 你做一個作品,然後就同步發到這三個平台上面 然後這三個平台要是都會有一些收益的話呢 你就可以 你可以同步的 你可以同步上面的粉絲數量 以及同步上面的收益 那 這位夥伴呢 他可能是在台灣生活 他 就是 下載了西瓜視頻 或者是今日頭條 同時他可能也下載了抖音 他就跟我說他用抖音 掃一掃 為什麼掃不上 我就這麼回答 我回答他 那就是說大家平時看得到了這個抖音 其實他有兩個版本 那有網友就說我知道普通版跟極速版 不是 不是普通版跟極速版的這個區別 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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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大陸地區 有一個 就是 版本 那他在大陸以外的地方 也有另外一個 版本 那只是說 你如果是IP地址不太一樣的地方 你可能下載到的版本 就屬於你IP所在地的版本 也就是說 我現在人在北京這裡 所以我下載到了就是大陸這邊的版本的 抖音 那如果我現在是在 講一個比較友好一點的地方 土耳其 我打比方 我現在在土耳其 這個地方的話 那我下載到的 應該就是 大陸地區以外的版本 他這個版本是 不太一樣的 所以 你如果是想要參加 中式品伙伴計劃 你會發現你少 好像少不太上 那你可能就是要關注 注意到這個部分 那 其實我的內容 從1月25號開始到現在 也差不多五六個月左右的時間 每個月基本上我都會做一些月報 等等的 那有些網友 就看到我的這些月報的這些數據 他就跟我說 好A我建議你 你在好A生活的這個平台 你可以盡量的去發一些 因為 那個平台上面 的 喜歡 受眾人群就對了 你可以去做一些 他們適合這類受眾人群 因為 這個好A生活 他所在的這個頻道 是什麼什麼管的 對不對 就是看到的人 他們的思考方式想法 可能是相對來說是比較不太一樣 那我這邊的話 目前為止暫時還沒有 這個想法 因為我的 我的念頭以及我的 生活方式 目前 是 在北京這邊生活 在北京這邊的話 我還是比較希望 我可以 就是用客觀的方式去看待 兩岸發生了一些 大大小小的這些事件 然後 我跟網友 大陸這邊網友的承諾就是 我在這邊拍的這些視頻 然後每個月 結算下來的 視頻 廣告 所產生的這些收益呢 我會從我的稅後收入的5% 我去捐獻出去 去做實實在在幫助需要幫助人的 的事情 就是這樣子 那我這種方式的話相對來說會比較 比較辛苦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呢 目前的 環境風氣 不論你在哪個地方 就是 俗話說的好就是 壞事傳千里吧 應該是這麼說就是你講一些批判性的一些內容 的話呢會比較容易引起 觀眾的 普通觀眾的關注 對所以呢我 我講的這些內容可能有時候是磨靈兩可的 是 A也可以 B的視角看也可以的這種的 傳播力就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呢如果 就是台灣的小夥伴 想要在西瓜或者是B站上面去製作 相關的一些視頻的話呢 就是你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做一些 比較真實一點的內容吧 那這期視頻的話就說到這邊啦 希望你看得到 拜拜 拜拜